因為我當初先聽到專輪的這首歌 我就以為哇是一個很人文的團體 可是後來就發現有點不像 今天訪問了之後就更不像了 可是這首歌真的蠻好聽 而且詞曲也很不錯 我們也很喜歡 因為其實跟第一章比起來 這首是第一首是唱比較深層 嘗試比較穩重的歌 是啊 連製作人都嚇到說 哇你們也可以寫出這種歌來 我覺得不錯啊 一早菜 一早菜 只要一告白一搖擺一分開 因為他其實首詞的人 他真的意思就是迷信的人 那我們覺得不管是我們還是生活裡面 真的很多人就是很迷信 我真的還蠻迷信的 啊對 所以你們八片也有看日子 是沒有 就是亞森丟兩個叫我們選歌 我們就選了一個 其實我們還蠻看靠感覺走的 是是 對然後 然後但是因為這張專輯 他有很多東西就是 創作的主軸是環繞在時間跟愛 這兩個東西的可能性 例如說 不管他什麼節 對啊那例如說 OK如果同一個夢想 可是你25歲跟你30歲的時候 你一定會有不同的想法 跟看法 是 那這也是我跟葛伯今天各自碰到很多的 在生活裡面會有不同的題目 所以他就變成我們創作的元素 那 守時等於在這樣子的因素下 因為他就跟我說 怎麼辦算命的說 我30歲應該會大紅 都好像都還沒有大紅 那怎麼辦 我不是要轉跑道了還是幹嘛 結果他給我 他跟我講這個故事我就把 沒有我是跟你說 雞跟兔的不和惡 所以你們是屬雞跟屬兔 對 那 但後來我看了命理節目 他們就是說 那個 屬雞跟屬兔 兩個湊在一起啊 創意無限 就是每天會吵到番 可是 藉由爭吵會吵出很多好的創意 他說 那如何讓你們可以和諧的時候 就是要養一隻狗 所以我們就 他就硬吵著要養狗 他就說誰要照顧啊 我說養狗才會更吵吧 就把狗直接放在那個 就放在這個船上 做一個mark 就好了 欸對啊 欸 logo把它變成一隻狗 你不知道嗎 你不知道有些這種道具 就可以轉風水 對啊你買一隻狗一定會更吵 不用不用 或者再找一個屬狗的人來 來當 來當我們的宣傳嗎 對啊做助理就夠了 找一個經濟人一定要 經濟人條件一定要屬狗 一定要屬狗 各位行屬狗的經濟 有從事經濟方面的傾洽 好好先生 或者是屬狗 但是有興趣從事經濟的也可以 對 從頭摸索嘛 所以我們就會 所以我們就覺得 嗯 就是有這樣的故事 所以寫了只有歌叫首詞的人 剛才有講到說 因為你剛才突然很震驚講這件事 我只好延續你的震驚的基調 是 因為你 你們也提到說年紀啊 提到說 奮鬥啊 迷惘啊 所以我們來聽一首也是 也許很多聽眾現在也會覺得 很切身相關的 跟房子有 有關係的歌名 哦 哦 好 叫做找個有廚房的家 好 找個有廚房的家 這是反映 烏格蝸牛的心聲 對 其實我們那時候一貼了那個MV以後 就很多人都有按讚跟分享 然後說 講得很直接 對 因為我們歌詞真的很簡單 然後就是說 你每天賺這些錢 是一瓶一百萬 你要賺到哪一天才可以付頭錢 你可以買比較便宜的啊 嗯 桃園沒有 對啊 可是我們再怎麼賺 可能一個月領個三萬塊四萬塊 也買不起一個便宜的房子啊 嗯 對啊 所以現在兩位還住在 附魔家 沒有我們就自己租套房 啊 套房類的 可是所以我們才會叫有廚房 因為通常套房都沒有廚房 哦就沒有廚房 那其實廚房像是一個家 然後包含你媽要為誰做晚餐 嗯 對 好我們來聽這首 找個有廚房的家 時間總 好快 好快 千春潮 緩慢 一瓶 一百萬 等到那一天 能否投氣狂 想要找一個有廚房的家 不需要散散 都在外流浪 雞腿排骨便當 為素陪我成長 想要找一個適合我的他 讓我們把夢想調配著裝 帶快一起分享 未來洗手開窗 這首歌 這首歌就跟國珍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沒有負責任何 我在錄音室裡面有配唱副歌 可是因為他編曲編得比較 呃叫什麼 覺醒 比較acoustic 比較 一把吉他這樣子 然後那個 製作人就覺得他的聲音比較 比較乾淨 對比較性感 就有一種深層感 這首歌不需要的性感 這首歌有點苦澀 對然後就覺得反正他表現得很好 然後後來 而且我 我為了要讓自己進入入院的氣氛 我還要自己偷喝酒 偷喝酒 結果後來不用你了 我就醉了 因為就唱不了了 對 因為是找個有廚房的家 並不是找個有床的家 還是找個醉漢 可是你們這裡面很沒有說 我們跟貸款一起分享 通常 通常貸款叫分擔 並不叫我們要分享 對 這就是好好形成的那種 幽默 對無厘頭的 我知道主愛也是為了押韻啦 對 對啦 然後 滿過我的乏意 對啦 然後 然後就覺得說 就是我們比較喜歡用一種 看似可愛無害的感覺 或者是 就是曲風啊 可是去唱著尖酸刻薄的歌詞 對 這草石南的旋律 可是對 然後 因為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就歸納我們自己 除了我們是偶像以外 我們也覺得說就是 我們比較像 其實我們是某一種社會歌手 可是我們是溫和的 就像說 輕鬆的吧 對 你像說像早期的羅大佑 或者是說 台灣比較農民派的樂團 我知道 就是他們會很 他知道了 他們有很多的憤怒 可是我們就比較是那種 他們有得獎啊 對 可是我們就是那種花草戲 就是反正講給你聽 但是無所謂 無所謂 也沒有搞革命就對了 對 不用有壓力啦 那這就是現實嘛 這是我們看到的現實 那 所以我們就會寫歌 就寫得比較真實 像有時候找一個伴 其實講白了 除了要起睡以外 就是要幫你付貸款 沒錯 對 或者只睡 不付貸款 或者是幫他付貸款 除非你睡的這一塊很強 那你可能貸款不用很強 可以不用付貸款 我們是好好先生 你睡的這一塊 你年紀比較大 但是前期真的你有經濟 我們都好好先生 你不是今天過在這裡上 總是有優點就對了啦 對啦 不然你活在幹嘛 那你具備哪一種 最後我們就問這個話題來ending 我有才華 我有無限的可能 而且我快要紅了 我是DEO股 我是那種潛力股 是潛力就對了 對我是潛力 所以你有付貸款的潛力 潛力 就可能再給我20年的時間 我就可以了 那睡的潛力呢 我還是有睡的才華 你的規定還蠻高的 好啦我們就結束在這兒好了 有人自己臉都紅了 就是個吧 謝謝好好先生 謝謝 如果沒有大龍大的怎麼辦 沒有我們已經紅了 就解散啊 就再換一個團 你講得比較務實 就換一個團名進去重新出發 就這樣好好 再找一個人 對就是 就是雞 狗 跟什麼 雞兔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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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一個狗來 叫做好好好先生 哈哈哈哈 謝謝兩位 謝謝 拜拜 就不要再問問了 也是白問 就算有人強大 也沒人急奮 就不要再問 神略強過求證 就算你靠滿分 也不會有用 就算有什麼錯 你應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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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了 你應該說